璀璨煙火是每年台北101跨年重頭戲 今年破天荒101加入國慶陣容 施放煙火秀 滿期待的 因為當初有想到7點45分 所以要帶他過來看 我很期待喔 期待國慶煙火 那我們就在這裡守到那個時候吧 期待啊 期待啊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今年國慶台北有煙火 晚間八點除了往年的點燈 還加入一分鐘煙火 建築燈光和雷射光雕秀 董座佳永捷感性發文 雙十國慶對他而言 直接連結到爸爸最帥氣的工作 更坦言這麼短時間 要辦國慶活動真的是一大挑戰 時間壓力外 當然還有預算經費壓力 台北101首次施放國慶煙火 董座佳永捷還透露 市政府前的東南廣場沙坑區 會是很好的位置 其實想看煙火的民眾得注意了 因為晚上七點四十分到八點二十分 總共四十分鐘會有交通管制 包括101附近的松仁路 松秦街和基隆路松高路 轄區信義分局也強調 在人潮異聚集的地方 也會規劃防彩踏小組 會在散場過程中引導民眾疏散動線 101首次在國慶日加入新亮點 讓人相當期待 台北101首次在國慶日 台北101首次在國慶日